嗨 要请教阿宝老师 他说赛数安放在牧羽的牙虫 在本庙面的效果较好 还是说冠军较好 感觉说哦 牧羽呢 没死哪里 哎 就是这种感觉哦 因为呢 是不是还没开心的关系 每个礼拜呢 都有冠海草精和米群 而且呢 两三天过去压水一次 现在呢 正第十三天 感觉呢 还没开心 而且呢 没大 是不是可以用什么来帮助 你快速开心 哦 变大 还有牧羽他也觉得这张怪怪 是不是得到轮点病毒 还是满害 而且呢 还有感觉这张是嗯嗯 还是同样哦 有气无力 CNN 这个要看说 它是不是轮点病毒 反正你拿起来照光 就是 有的说 我要把它拿起来 正在那里 要把它拿起来 就是用手电筒 用一个强光 你把这个蜜蜜 照过 你就是回鸟回鸟 所谓回鸟回鸟 就是黄绿不均匀 哦 那么你如果是这一般 看起来是满害 就是说 你刚才有一个危害 那么 一种 所以你说用赛斯安 要防止到这个蜜蜂 噴效面更好 还是这个冠筋更好 这个当然是噴效面更好 问题是 问题来了 问题是你噴不着到 就是噴不上它 所以有时候我们的噴 甚至脏鸟把它灌一顿 让它吃起来 让它吃起来的目的 这个目的就是说 让它可以整脏的 都有这些 其中 因为它这个 在这类的这个蜜蜂 里面赛斯安的 它形成最好 所以它 很多人说 很容易药物残留 其实也不会 你只要用管的 它的效果呢 其实也还可以 所以呢 一般来说 我是建议6,000倍 6,000倍的罐头 这最主要是因为 怕 怕担不得到 不然要强调的就是这样 你如果担不得到 噴效应一定是更好 因为 鸭蟲都在管顶 你 这个鸭子在土壳底 总是有 有 它一部分 它一部分 它会把它处理掉 一部分 这个 它可以吃到 这个量会比较少 但是因为 它会比较少 所以 到时要 又没有一种困扰 所以 我是觉得 好像还可以 所以 你可以拿它来 做一个 冠金 冠金的效果 其实是还不错的 另外一个 就是 你这个 感觉有气有力 你每星期 都用 两三天 就浇一次水 这水太多了 还是 稍微让 STEVE 你木瓜 是很重 酰性 很酩 你尽快 水 漏不裂 所以 所以我是覺得說這個不要急 因為這種東西這個急不得 但是一定要注意不能太沉 這個沉的一旦太濕了 這個消費業防化 就比較容易會落效 因為這個木瓜是肉筋 所以你要知道 這種一定要稍微注意到 你在這個處理的一個當中 在處理的這個過程 在處理的這個過程 那麼一個很重要的藥點 不可以太沉 所以我個人是因為你這是 不用再灌什麼了 這已經要超精跟維他命鼻了 那麼這個鼻群這樣下去了 大概都已經是差不多了 那麼先讓它稍微稍微 因為你水如果感受太多 這個筋就比較不會開 第十三天 只要他如果沒有連累 讓他稍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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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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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萬不要下肥 千萬不要下肥 那麼當到他身外有開始在漏了 要下肥 才會下肥 因為你這肥底一半都夠 那目前看起來 這應該是不會 不會那麼好 就顏色上看起來是比較像滿海 這個紅地都這類的這個危害 那麼紅紅這種呢 這應該是水分太多的 太多黏 你這種呢 要稍微注意一下 另外這就是說 我們剛積下去的時候 因為我們這個鍋都是抓管管 你現在積下去 你垢垢垢垢垢的地方也耐下去 所以耐下去 現在耐下去之後 那砰了頭 算塑膠布 如果砰了得夠燙 塑膠布 如果砰了得夠燙 那麼有可能呢 有可能塑膠布就去搏掉了 這些熱氣呢 就灌溢出來 那麼這有時候就動比較不動 這還不過當然 對熱來說它還比較有動 所以也倒是還好 但是大熱的時候 因為我們是比較少說大熱在增 所以倒是要更還好 所以這個你要稍微注意 所以最主要的一個原因 最主要這個原因呢 還是水分 這水呢 這個太過頭重 水太重了 水太重了 那麼這種呢 這有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這個提供給我們注意好朋友 你稍微做一個參考 水 不可以太過多 要讓它打傷打傷 不要急 一種呢 要緊的事情 這個呢 有的人說 落一些什麼肥要吃 這個呢 沒有那個必要 你如果是長 穩穩 這根本不必 這一開始 根本沒有那麼多肥料的需要 所以 也沒有這個必要 所以這在這裡 讓我們注意提供朋友 你稍微做一個參考 嗯 請問一下 請說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尼標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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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標 請問一下 尼標